我是士林國中拳擊隊的蔡新惠 我這次打63量級 有一次在學校選社團的時候 然後我覺得拳擊很酷 所以就選了拳擊 就是爸爸還好媽媽比較反對 因為媽媽覺得拳擊太危險 而且女生打拳擊真的很不OK 我說拳擊很好啊 可以防壞人又可以練身材不錯 我們就是早上跑跑步 然後下午就是可能打打手把 然後對打一下對練一下 偶爾會做重訓 然後就在每一項結束之後 都會參一些激勵的 像是福利挺身或揚我起座 就是前進隊每天幾乎都要跑步 我最討厭跑步了 然後要不然就是有時候對打都打不到了 要不然就是有些動作又做不出來 每天教練一直跟我們說 加油堅持下去就可以做到 對喔每個人就會互相加油 最嚴重的傷就是 可能手就是手沒有打好 然後去磨到手 然後手就流血 就是這個傷這樣 嗯 可能我覺得我自己的心態 也沒有調整到很好 太緊張了吧 然後又遇到對頭 然後就突然地拳 可能有點小嚇到吧 我最感謝的就是我隊友跟我的教練 然後就是因為教練 每次都會在我們 就是可能做不好動作 然後就會跟我們說 這邊再做好一點就可以更好 然後就一直鼓勵我們 然後我們隊友就是 會一直互相鼓勵 嗯 我學到打拳擊 不管是做任何事都是 都要保持自己的心態 要不然很多事情都是 就是你明明做得來 但是都做不好 就是自己的心態 跟膽量拿出來